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是在外景地拍摄的 是在Cu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的Campus 我背后是这个Murial Hotel 前几年我曾经带孩子来这里参加过Met Prize for Girls 数学竞赛 那么现在呢,我的孩子在 MIT 读本科 我也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视频与文章 讲这方面的情况 在 MIT 也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 有读高中的,也有读大学的 波士顿地区相对来说是美国大学比较多的地方 有 MIT 哈佛,还有波士顿 University, Boston College, Wellesley College 还有 Brandeis 东北大学, UMass at Boston 等等 然后呢,在波士顿的来自中国留学生也比较多 我们也写过一些文章 有的是关于在毕业前怎样办比率卡申请 希望大家可以考虑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毕业以后嘛 因为就业,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比如说中国呢,一年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找工作不容易 那么如果说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 在美国留学,然后毕业以后呢 那么很多人当然是希望开始留在美国就业 那么毕业以后,你当然可以用OPT工作 但如果要用H1B工作呢,需要抽签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如果在上学的时候 就办理绿卡申请,那么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身份和工作问题 有很多留学生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是在毕业前提交的绿卡申请 取得批准的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视频 和我们的在美国攻略网站的文章 有很多这方面的具体信息 大家可以了解的 这方面呢,可能有一些有误区 觉得说我一定要有一专币签证 或者我一定要毕业后才能办理绿卡 不是这样的,在留学期间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 如果暂时不符合条件可以积累条件 好,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七位名律师事务所 谢谢